日前开幕的台北双年展邀请了世界各国52组艺术团队展出 今年以剧烈加速度为主题 探讨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 阿根廷艺术家把照片中我们习以为常的色调 通通变成绿色 控诉工厂带来的污染 而台湾艺术家则是把演员带到了动物园 搭紧拍摄一系列的照片 他要反思现代人的无形牢笼 透过艺术家的眼睛 我们看见社会问题还有被破坏的大自然 拍摄馆排出鲜绿的污水 在城市中高举绿色拳头 阿根廷艺术家尼可拉·优利布鲁 以绿色力量为主题 控诉工厂污染河川 以及人类过度浪费 曾荣获东京平面艺术双年展大奖 今年来到台北双年展中演出 其中被喷满绿色颜料的橱柜上面插满斧头 象征家具想要变回森林的心情 今年台北双年展以社会和大自然的关系为主题 展出全球52组艺术团队的作品 台湾艺术家周庆辉把民众搬到动物园中打井拍摄 每一张作品都有一颗被铁丝束缚的盆景 结合荒诞的场景形容社会带给人们的牢笼 日本艺术家导带道浩则在智慧型手机旁 放上相同形状以及大小的石头 并在展场中放了一只乌龟模型 在进步快速的社会中反思停留 以及回归的重要性 德国艺术家透过电脑科技重塑原始人类的化石 并举办最早的机器葬礼 瑞典艺术家则把电脑跟植物相连 象征我们过度利用资源 泰国艺术家在好几顿的线纱地井中藏了12条金项链 幸运的观众只要找到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他说项链被剪走后作品才算是完整 希望跟观众一起重新思考消失的定义 这些艺术家从不同角度思索人类社会对大自然带来的影响 The Great Acceleration is the term that scientists use to describe the increase of the human activities since World War II on the impact of these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planet So this led to a new geological area which is called the Anthropocene 台北双年展透过艺术家的眼睛看见我们破坏的环境